当地时间9月16号 一个被称为小阿迈勒的巨大难民女孩木偶 在纽约市时代广场出现 提高了人们对跨境寻求安全的流离失所儿童困境的认识 据报道 这个身高12英尺的木偶 名字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希望 他于2021年7月在叙利亚及土耳其边境开始的旅程 从欧洲到美国 接下来将访问纽约市的5个行政区 纽约市教育部戏剧主任彼得·埃弗里说 阿迈勒描绘了一个10岁女孩寻找母亲的故事 埃弗里说 小阿迈勒向世界传达的信息是 不要忘记我们 在中东和欧洲之旅后 制片人选择纽约 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和欧洲都是特别受人们欢迎的地方 在逐驾内高敲上木偶师的帮助下 阿迈勒栩栩如生 木偶师控制着创造木偶面部表情的琴弦 每个手臂都有一个木偶师操作 啊 器人 黑育 咸 桃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